Hello,大家好,我是伊旺,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视频的主题呢就是Safra的开箱视频 那今年呢是打了八折,往年的这个时候呢打的都是八五折 所以我觉得相较于往年来说,今年的打折力度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就从网上下单了一些我近期的爱用品的回购 和以及我最新被长草的一些新品的尝试 那我今天的视频就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在这次的春季打折里边买了一些什么样的餐 话不多说,如果你对我今天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那就跟着我一起看下去吧 那首先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最新发现的 比较猎奇的一款蔬菜洁面 它是这个品牌的 Young to the People的Superfood Cleanser 其实这个品牌呢是美国一个比较小众的服服品牌 但他们家的主打呢就是成分就是纯天然,无任何添加 所以这款洁面的成分呢就是绿茶与一甘蓝和维生素,还有菠菜 它呢也是主打的就是抗氧化和保湿 我看网上就说这款洁面啊,它就是会帮助你皮肤在清洁的同时呢 平衡你的这个PH值,并且锁住你的这个水分 其实这款呢我已经用过一两次了 它的质地呢是比较偏油性的,就感觉有点粘稠 但是当它乳化了以后是比较轻盈的,一点都不会觉得油腻 然后味道呢也是属于那种很清新的,嗯就是很绿茶的味道 感觉你在洗脸的时候你就感觉是那种绿茶汁在你脸上那种很舒服很享受的感觉 我用过这一两次我的感受我觉得它很保湿 对于我这种干性的皮肤来说它一点都不会让我觉得拔干啊或者是架滑 而且它成分很天然,我觉得用着也很安心,所以我会持续继续的用它 如果真的就是我觉得用下来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话,我再跟大家说的 那我接下来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一款我最新被种草的卸妆膏 嗯,是这一款,嗯,Drunk Elephant家的黄油卸妆膏 因为我之前大部分用的比较多的就是Farmercy啊或者是倩碧家的卸妆膏 但我前段时间看新闻啊,说是它家卸妆膏里边有那个对海洋会有污染的有害物质 然后就暂时没有再回购那个打算尝试一下新的啊 这款卸妆膏呢我暂时还没有用过 不过我看网上我做了很多功课,我看网上很多网友说它是比较好乳化的 并且就是它不会对痘痘肌会有焖痘的情况 因为我个人属于痘痘肌嘛,而且就是它的膏体没有什么味道 它打开是这样子的,两个,一个是这个卸妆膏本身 一个是这个,是Bambo Booster 它其实属于一种竹炭纤维,可以帮助你去搅置或者是去黑头的 然后就是可能你一周就是又一次就夹在卸妆膏里边一起乳化了在脸上 然后它这个膏体的本身呢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我感觉跟那个倩碧的紫胖子很像的那种感觉,也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我觉得还有个很贴心的设计就是在这个瓶盖上 它这个小勺子啊,它是有一个细铁石在这儿的,就会吸住 因为大部分的一些卸妆膏啊,或者是粉底液啊,他们给你附的这个小勺子就很容易不见 用几次以后就不见了 我觉得这个设计算是我觉得很贴心的 然后我也会使用它,如果后续好用的话会再跟大家说的 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款 也是我一款回购的,是这个Fresh的这个Shower Gel 是一个西柚口味的,我第一次在专柜闻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好好闻啊 就感觉置身于水果当中,然后夏天这不是快来了吗 我就觉得可以再回购一瓶这个,因为它的流香性我感觉还算久 但是洗完以后相对于那个味道会稍微淡一些 但是会比它的那个身体乳会要流香在身上的时间要久一点 而且它不会洗完以后会假花 当然它不是起那种很多泡泡的那种沐浴露 如果你很喜欢就是很多泡泡在身上的话 可能你就不太喜欢这,就可能不太适合这一款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款味道真的是很夏天很舒服 就是你洗澡的时候有一种很享受的感觉 我个人会比较多 我下一个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然后我感觉这个No.3在网上其实已经火了很久了 它不像一般的那种头发护发素一样的就是在你的shampoo之后使用 而它是在你干头发的时候,完全干燥的时候 你就擦上你的头发等待10到15分钟左右 然后你再去洗掉,再用shampoo conditioner去清洗 然后它会使你的头发变得更加的柔顺 和给你头发有一种水分的保湿的这种作用 因为我最近的头发就真的是特别的干枯 感觉特别的,就像烫过或染过很多之后 一个完全没有营养,没有水分的头发 可是我完全就最近没有做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就很想趁着这个打折剂就买它来尝试一下 希望能让我的头发变得就是柔顺啊,不要让它那么枯燥 下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回购了多少多少多少瓶的一个妆前乳了 它就是娇蓝的金箔隔离妆前乳 因为它超级超级的保湿 因为我个人是属于干皮嘛 所以它这种对于我后续上妆特别有帮助的 然后全天后特别贴合皮肤的 不会让你皮肤卡纹啊或者起皮的这个友好的这个妆前乳 我真的是无敌回购的 因为我本身自己的这一瓶就是快用完了嘛 所以我就趁这次打折我又买了一瓶 它的质地是属于褶状的 但是当它碰到你的皮肤的时候 它就很快的会乳化成就是这种液态的 就很快很快的也很容易推开就被你的皮肤给吸收了 就对于你后续的上妆呢 能让你全天后的贴合你的皮肤 然后你也不会说就是感觉浮粉啊什么都不会 但是可能这个对于油皮来说的话 它可能就会有一点点负担 因为它很保湿 所以对于油皮夏天来说的话 它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清爽 就会觉得有点黏黏的 但是对于我这种大干皮来说 真的是一年四季的无敌的油耗 接下来是这一次我买的三个粉底液 一个是这个阿曼妮的红气垫 这个是我回购的 然后另外两个是我新种草的 一个是这个娇兰的小灯泡 另外一个就是YSL的这个粉条霜了 先说一下我回购的这款阿曼妮的红气垫 我为什么会回购它呢 是因为我个人在夏天的时候 比较喜欢那种比较轻薄又轻透 但是同时呢又是能有一定的遮瑕和保湿能力的产品 那我作为个大干皮啊来说的话 我对于保湿真的是首选 但是轻薄又同时是只有我觉得气垫会做得到的 因为粉底液还是相对于妆感来说会比较厚重一些 然后皮肤感觉就是在夏天很炎热的时候就不能呼吸了 呃所以我就比较偏好于气垫产品 然后这一款呢又因为它是精华作为基底的 所以它的保湿能力其实是很好的 然后加上它的遮瑕一点都不住 再试一下就是我把这个手上画了一个这个眼线笔 然后把它补在就是能用的这一块 大家看一下 对于我皮肤状况就是还ok的时候 没有什么严重的闭口啊或者是痘痘肌的时候 我用它就差不多能遮住我百分之八九十的毛孔和瑕疵了 所以我就基本上可能在夏天我就不太用遮瑕 因为我希望我的皮肤就是不要那么厚重的东西都铺在上面 能感觉它能呼吸 所以我个人比较偏向于用它 而且加上它的这个小小的这个设计就很方便带出门去补妆 任何时候就是感觉很方便上妆也很方便 同时它的还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就是在它这个粉扑上面 你看它这个粉扑 这有一个尖尖的这个角 就是方便你在上你的眼下呀 还有鼻翼两侧和嘴角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去上妆 就会比其他一般的就是最传统的那种气垫BB的那种粉扑会好用很多 所以我个人在夏天的时候作为一个干皮肌肤的人我非常推荐它 也觉得说算是一个懒人上妆很方便的一个东西 接下来就是YSL的和这个娇兰的这个小灯泡 这两款呢这个娇兰的我试用过一两次 我用下来的感受呢就是它的保湿效果和就是流动性很好 因为它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它是有97%的一些就是天然萃取的成分 所以它对于皮肤有一定的养护作用 但是它的遮瑕能力因为它比较轻薄比较轻盈的这个质地 因为它流动性特别强嘛就是你看放在手上 它其实是会滑动的这种液体状的 所以它对于皮肤的遮瑕度来说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感觉上我的脸就是我最近的肤矿还不错的情况之下呢 它可能只能遮掉50%到60%都不到的样子 所以我还是需要用就是遮瑕膏啊去填补这个瑕疵 然后它的流动性很强 而且它的这个流动性强的同时它有一定的对皮肤是有一定的养护作用 而且它的粉粉感很细 但是呢它的持妆性其实并不好 因为我没有用太长时间 我这两次试用我可能出门就是四五个小时 我当可能不到四个小时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皮肤已经在浮粉了 然后就感觉是因为我妆前其实用的很保湿了 我平时一般用其他的粉底液啊我都不太会浮粉 这一款我刚上妆的时候肤质是很漂亮的 而且它特别的服贴感觉也特别细腻 而且它的妆感一点都不厚很轻薄 可是差不多三四个小时之后它就会浮粉 所以我不太确定我是不是很喜欢它 我还会多用几次 然后并且我还没有用过YSL的粉条 所以我想稍后给大家做一个实测 看它在我这种干皮上面会不会合适 但是因为这个我是完全还没有用过的 网上我是看到很多人对它的评价是褒贬不一 有人说是觉得合适干皮用 有些人觉得是干皮用可能还是太干 不是很保湿 所以我之后会再一起统一这两个 一起做一个粉底实测给大家看 先给大家看一下YSL的粉条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体积小小的就是小小的液管 然后拧出来是这样子的 高底就那么多 它的味道也其实也并不好闻 擦在手上你看我这画了一个 我刚刚画了一个粉眼线 它擦在手上的遮瑕能力还可以 我感觉也就是百分之六十的样子 但是我不知道上脸是什么样子 然后在手上我感觉挺滑挺还算有保湿的效果 我之后会一起和小灯泡一起给大家出个粉底实测给大家看一下的 因为这个我还没有用 我真的很激动跟大家推荐的我最新发现的我觉得这个超级好用 就是他们家的BECCA加新出的这个黑科技的水三粉 为什么叫它水三粉呢 因为它有50%都是水和干油的成分 而且它的黑科技在于哪里 它真的是干皮的亲妈我觉得 我已经用过一两次了 它的盖子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打开以后 是这样子很细很细的粉 你知道它特别特别的是在于哪里 就是你用刷子定妆的时候 它上脸的时候和刷子上本身你都感觉是水水的 都是有水的感觉 就感觉那个水铺在你脸上 但其实它是干的 它能把你的皮肤定的特别特别的好 而且保湿效果真的是无敌了 我感觉真的是我有史以来用过最好用 最好用的一个散粉来定妆了 对于干皮的我来说 然后它的粉质而且细到就是 你感觉哇 踩在棉花上的那种感觉 就是但是我也有 你知道在网上我看见很多人对它的评价 就是说是 它是可能你刚拿到的用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好用 可是过了两个月以后 它可能里边的成分就可能跟空气接触了以后 发生了化学反应 它就开始你知道就是挥发掉了 就不会像就是你刚拿到的时候那么好用了 当然我现在就刚拿到手嘛 所以我就是看完了网上这么多的这种评价之后 我就没有买正妆 我就买了一个小的这种 时刻的 它就是一个小的 所以我打算先买这个小的来试一下 然后如果它真的就是 因为我感觉这个小的分量啊 我可能两个月我也用不完 我就想等它如果真的两个月之后 它慢慢挥发了就不如我刚拿到手 那么好用的话我可能就不太会回购的 新购入的BECCA家的这个高光 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有挺多不一样的高光 然后但是色系呢都会比较相同 就是那种感觉都不是那种大亮片啊 或者是脱离香槟金色啊 这种太夸张的颜色 所以我就看到这款的时候 这个蓝紫色的这一款 我相信这个颜色也是火了很久了 然后它的包装是这样子的 我就感觉哇这个好有质感 一贯就是BECCA家的这个包装的风格 然后你们就觉得像一个小飞碟 我一直觉得它家的包装特别像个小飞碟 它的颜色呢就是偏着一点点 我觉得蓝紫色 就是擦上以后你会觉得有点 波光灵灵的感觉 你看就是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它家的 因为粉质一直都很细 这是它家出了名的 然后加上它这个颜色很独特 因为我没有这种颜色的 我可以刷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啊 你看就是会偏光 你看有点蓝紫色 特别亮我感觉夏季来了 这个颜色 因为之前我没有敢买这种比较初挑的颜色 是因为我觉得我怕太夸张 我可能驾驭不了 可是我这次买来试了以后 我忍不住下手了吗 我就买来试了以后 我觉得不会 这个颜色真的好美啊 可能在夏季的时候你画一个妆 而且它特别百搭 我可以刷在脸上给大家看一下 你刷在这个地方 对 你看我一动 大家能看见这个光吧 我觉得真的是好亮啊 特别适合夏季 但是这个颜色说实话 如果你用在T区的话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会有点夸张 但是你如果单纯的是用在这个 两颊或者是眉骨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真的是很亮 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 阳光一照到脸上 真的是特别好看 而且这种颜色真的 你一点都不怕夸张 因为它很亮 而且很提亮肤色 我觉得很就是怎么说呢 可能有的时候 你不一定非得用腮红的时候 你涂淡淡的一点 它也是完全能让你的肤色 变得很亮很亮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然后这一款呢 是因为是Year of the Pig 所以我是因为它的印花 它的包装也是一样的 我是因为它的印花所以买的 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印花 是不是很可爱 它这个猪年的这个印花 是不是很可爱 但是它的颜色 其实我可以刷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颜色就是很一般 它的颜色就是普通的香槟金色 刷到手上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就是我跟 我觉得跟大部分市面上面的高光来说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这个颜色 然后亮度也是很一般 如果你刷在T区啊任何部位 我觉得这都很适合 也是属于怎么说呢 会比较日常一点点的 会比这一款偏蓝紫色的 这一款高光来说会更日常一些 接下来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两款我新入的腮红盘 因为我个人腮红盘并不是很多嘛 所以我就打算趁这次打折的时候 我就想多入两款我比较喜欢的 也很值得入手的两个腮红盘 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 Share Tubery家的乳运腮红盘 我买的色号是Sex on Fire 也是我今天脸上用的这个腮红盘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有点点偏梅子色调的这个腮红盘 它的包装呢就不用我多说 就是他们家经典的这个椭圆形 深棕色的包装了 然后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外圈是比较粉一点点的 然后内圈是带棕色一点点的梅子的颜色 然后两个颜色都是有一点点的小闪片 大家可以看我脸上哈 其实就是这样动的时候 你能看到它的光泽感 而且它的粉质是比较细一点 显色度也特别的好 所以就是你下手要稍微轻一点点 然后用它这个外圈的这个 稍微偏粉一点点的这个颜色 在大面积在你这个颧骨这扫一下 然后用中间这个带棕色调的梅子的颜色 在你颧骨最高的这个地方扫一下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颜色是属于比较百搭的 然后又不挑皮肤 所以对你妆容来说是可浓又可淡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入手还是不错 这一盘我最最最期待的Joy的限量六色眼影盘了 我真的是就是因为之前在网上看见他 很多人推他家的双色眼影盘嘛 我就特别感兴趣就很想入手来试一下 然后加上这个是新出的他家限量版的 有六个颜色 因为平时买他家双色的话 都差不多要三十多四十刀 平均每一个颜色就可能要十五六刀的样子 而这一个呢是五十四刀 差不多就是九刀一个颜色 然后又加上有八折 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合算呢 就是四折五入好像不要钱一样的 所以我就果断的在打折的时候就入手了它 但是呢它打开之后我其实有一点点失望的 真的因为它的包装真的是我感觉啊 作为一个中等品牌的化妆品来说它很廉价 因为我一直以为这个外壳它是塑料壳的 但其实并不是它就是一个纸质的那种纸壳装的 就真的是感觉很廉价 就一种扑面而来的廉价包装品的感觉 但是打开颜色之后呢 我就觉得我没有白买它 因为真的好美啊 它里边有六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下面这一排三个颜色呢 就是比较有一点点细闪微闪的这种闪粉的颜色 上面一排这三个颜色呢就是亚光的 是之前它那个亚光集合的三个颜色 然后下面这个呢 这个颜色这个橘色呢是它家新出的 有一点点亮闪 然后这个颜色也是它家新出的一个颜色 樱桃粉色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家之前就是封品 我觉得是看了好多人都在有推荐的这个颜色 叫蜜桃裸粉色 这个颜色真的也是很美的 我觉得这六个颜色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除了这个紫色不太日常之外 每一个颜色我感觉都可以 我觉得出门不管我什么样的妆容 它都可以就是替换得了 我就感觉是真的是很纸 而且它的粉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细致 然后加上它的这个颜色很百搭 我可以cover掉我差不多 基本上我所有平时的妆容了 所以我觉得出门带这一盘真的是就是无敌了 只要是你不要嫌弃它这么廉价的这种包装壳的话 就是忽略它不济的话 其实这一盘真的是超级适合入手的 跟大家说的就是我这次入手的三个不同的香水了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用香水 比较喜欢收集香水 因为我每天出门都会擦嘛 所以我就是对于它的使用频率来说还是挺高的 然后我第一个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Tom Ford的这个Loster Cherry 我比较喜欢他家的味道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偏好于就是木质香和中性香料 因为我平时不太喜欢特别甜的味道 所以我对于他家的香水真的是行有独钟的钟爱呀 但是他家香水说实话真的是不便宜 所以我每次买它的时候我都心里边要跟自己说一下 我给自己一个奖励我就是下手买了它吧 但这次呢我本来是因为网上一直没有货我也没有打算买 可是有一天就是Sara跟我发西西说说 哎已经上了耶 我就心里想说哇那八折期间上了 我买它是不是很划算 所以我就想到自己又很喜欢就说买吧 它的香味呢其实是属于有一点点就是颠覆了它家以往香水的那个味道 它是其实是带有果香味的 嗯它是樱桃和杏仁香味融合在一起的 你闻着的时候你就感觉是嗯怎么 它一点点都不没有违和感 然后你就会感觉是一股很甜的前调味 可是它的基底还是木质香料的 还是它家一贯的风格 然后中调又是玫瑰和茉莉花 就感觉其实闻着还是带有一丝丝的性感和慵懒 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他们家新的尝试 而且它这个包装你看又是红色的 这个包装就感觉啊真的是跟他家以往的所有的香水那种 黑黑的那种很沉稳的感觉不一样 这款香水就感觉是我感觉就是他们家官网介绍的就是感觉是一股 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少女被一个危险给包裹着 然后完了以后又带有一丝丝性感和慵懒 最后是以木质香为基调结尾以后 你就感觉啊会让你心沉浸下来的那种香味 因为他们家香水其实流香性一直都是很持久的 所以你晚上就算你擦在身上第二天起来 你还会闻到那股很让你心情很好的那股香味 个人来说呢我大部分的香水都是比较偏木质香啊 比较warm spice一点的香水味 就像townford家的香水 所以我很少有这种比较甜啊比较清爽 比较夏天一点点的味道 所以今年呢我就想尝试一下不同的 就入手了这两款柑橘不同柑橘的古龙水 一个就是这个parma之水 它其实是意大利的香水品牌 然后它是最早也是因为古龙水出名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香水呢有一个缺点就是 其实流香性并不持久 就哪怕你的味道再好闻 可能它擦上你身上以后 没有几个小时它慢慢的随着你的体温 它就挥发掉了 因为我之前是试用过他们家的这个 很有名的这个加州柑橘的这个味道 因为它有佛手干和柠檬嘛 所以它其实很清爽我觉得在夏天使用 但是流香性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短 然后我买这个套组呢是因为我还想尝试一下 另外两个香水的味道就是他们家这个 有名的无花果的这个比较清甜清爽一点的味道 和这个金桃娘加州桂的这个木质香 所以我就是想在夏天尝试一下不同的香水的这种感受 这种香味 所以我就想说正好它出了这个套组又在打车机 我就可以买一个这种小的套组 它每一个套组的这个分量 其实我感觉好像都是五毫升 我能用一个夏天就能用不同的味道的体会 我就觉得差不多 因为流香真的是不是特别好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他们家的香水 古龙香水味这个我也是买的套组 也是因为我个性就不是太喜欢那么甜味道的 所以我就没有买是正装的 我就买这种六个不同的小样的 这样子我还能尝试不同的味道 他们家的这个六个味道呢 我有就这上面这四个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这上面三个都是偏橘子味比较重的 然后这个这个是木兰香味的 就是它的也是有前调就是有点柑橘的味道 然后中调带一点点玫瑰 然后后调还是木质香的味道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味道来说的话 它它会有一点点就是抑郁风情的感觉 当然它会就是虽然它是木质基底的 但是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甜 但是这个味道是我可接受范围之内的 然后下面这个一个是mandarin跟vanilla 这两个味道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说哈 这两个味道我就是感觉 一个就是感觉把香草给喷在自己的身上了 就感觉可能一杯黑咖啡里边直接喷上去 就变成香草黑咖啡了 我真的是handle不出这个味道 所以这两个味道我真的是不爱 不过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想每个香水味都是尝试一下下的话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而且柑橘的味道会让你有种置身于热带水果林的感觉 我觉得它也算是我就是觉得夏天的一个比较好的推荐 也是我这次买的香水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新的小小的尝试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 那我今天所提到的所有产品都是我这一次在Safira春季打折购买的 还有一些爱用品的回购 同时我会把今天所有的产品的信息都放在下面的info box 仅供大家参考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